你没有看错 今天我们又来玩一款每天都笑着玩的游戏 斗斗人格 这款游戏以老角色的毛豆、黑豆以及发芽红豆为基础 又因为这三豆很强 所以被称为御三豆 这把地图胡锦村 所以我选择搬掉御三豆里的先知 顺便把复活豆搬了 而对面选择揪手、魔术师、教授和毛豆 这个阵容很扎实 牵制的能力 佣兵不用多说必然是战中场 因为基本不会被追击 同时也可以随时救援任何方向的队友 节省时间 而教授由于首页割据等弹刀图崛起 成为版本新宠 因为甜心保护罩可以抵挡普通攻击伤害 加上显灵效果 妈妈再也不担心我事后飞轮和事后灵骗了 对了 如果你跟我说 那调王师为什么这个版本不行 too young too simple 香水和灵骗都能被骗 但是教授被骗了 冷却时间只有短短的45秒 队友救下来之后就是一个26 所以这把的目标必然是揪手和魔术师 天赋选择 底牌、挽牛、狂暴、家长空域 以及三点耐受力 区域选择 跟前几期区域让和区域选择是一样的 都是常规点 这样的选点容抽率是很高的 首先地图强势的地方是小船双11位置 这里有胡锦顺最密集的板窗区 其次就是大船 有高低差且视野很不好 江湾者稍不注意人就跑了 所以选择两个点一般都是容易被追的角色 中场必然是佣兵 小木屋求人者可以转点到双11 所以等于四个点都安全 基于此我选择大门 因为蜘蛛技术属性很差 非常害怕双11的板窗区 所以左半场是禁地 同时天赋封尽小木屋的密码机 求人者被封机子只能往海滩走 因为双11有队友 而大船虽然视野差 但走道很容易架私 蜘蛛不怕大船 哪怕求人者转点出去 无非就是去海滩或者去大门 都是秒杀点 拓展一下 虽然说区域选择没有随机刷点 但密码机有呀 浮井村一共五种刷点 其中刷点二、三、五 危险机有四台 哪怕依四刷点 危险机也有三台 实打实的将往者优势图 而且危险机集中在大门和海滩 而选大门最大好处就是 求人者开局就是玩左半场的机子 剩下机子都是右半场的 蜘蛛是有绝对的同质力 对局开始 目标大船魔术 这位置魔石可能刷在外面 开局视野 看高台 没有人赢 那么魔术估计就刷在里面了 接下来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直接上二楼 一种是混水魔物鱼卡在海滩的位置 所以我们要把视野集中在海滩方向 和二楼窗台 因为有求人者很喜欢在上面看到间外的进船之后 跳出去 然后来拉点 看到都没有 那就可以笃定魔石在船里面 另外一边的楼梯 同时 蓄力技能倒车把红光藏在后面 如果求人者在二楼洞甲板的位置 必然会被反绕 但求人者没有 同时确认洞下没有脚印 所有信息结合等于视野全开 求人者必然往海滩的方向移动了 看到脚印 由于开局封禁小木屋的机死 海滩必然是队友 所以魔石为了不干扰密码机 只能用折返大船 无法拉点 同时低头卡售列本能 获得8%的移速加成 不清楚原理的 可以看我前两期的视频 看到他用魔术棒赶路翻窗 我们也跳下去 获得掌控于10%的移速加成 双加速的加持下距离拉不开 同时看到脚印的剑距比较短 那么就确定魔石没有吸跳反射 有弹射速度快 脚印剑距就会相对长 同时捡到鳞片 这是教授的特质 可以抵挡一次普攻 我们接下来的任务 就是要骗两个魔术棒 一个鳞片 加一个飞轮和打他两刀 说得我耳朵疼 先两层丝 压迫掉第一个魔术棒 这里有个细节 摇晃角色 这里的目的就是让求人者以为我要出刀了 无论是手戳还是PG端都非常好用 因为在注意力高度集中的时候 小动作很容易以为是出刀 回到对局 因为魔术师使用专案武道具 有移速加成 所以我们往右手边压 这样魔术师只能往回走 远离禁区 接下来补两层丝 把魔术师压迫在海滩方向 没开二度 摇晃片铃片 拉扯一下 11滴成熟后 把残影打了 再补一层丝 直接拿刀 拿刀后 因为求人者肯定想转双11的 我们就走左边压着求人者 同时补一层丝 尝试拿一刀 空刀后 求人者知道我有闪现 我也知道他知道我有闪现 所以原地挥刀 让他以为我要A闪 把最后的魔术棒骗出来 之后不能进版 因为魔术师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只有拍板才能活 所以我们得要绕过去 此时可以怀疑是薄命魔术师了 但还是得防 如果闪现被他飞人顶掉就很亏了 不过魔术师选择拍板 这个时候就可以直接闪现了 因为拍板时候是有僵持的 用不出飞轮 当然可能也会有人疑惑 飞轮线上不是有韦伯丁女 可以看出前期戴没戴飞轮吗 你说对 但是这把视野不好 且起序的时候 魔术师有隐身 不知道加速有没有叠起来 加上条件反射 这点头连傭兵都得防他戴没戴飞轮 击倒后看到海滩密码机在摇 是揪手的位置 同时双十一机子亮了 看到教授的影子往小木屋去了 幽冥准备救人 此时抵我态势如下 小木屋教授揪手在海滩 幽冥来救人 密码机不够三台 是我们的小优势局 只要不失误 稳平起 这里我想打断幽冥呼按 但失误了 幽冥直接呼按到蚁下 吐一口丝打断救人 然后想补一刀逼救 但由于魔术师的特质真假难辨 我以为他没救下来 忽略了幽冥救人后的蚁弹加速 空刀了 亏麻了 但没有关系 因为魔术师肯定往大船转 我们的初始目标是 限制求人者在大船活动 目的达到了 同时利用刚刚的蛛丝 再补蛛丝 快速贴脸 然后大声吼出来 再骗一次飞轮 这个时候都不交 那么就可以确定他没有飞轮了 同时看到揪手来了 旁边是第二式 没有蛛丝不够减型 只能压揪手的身位 距离够了 立刻回去牵 同时旁边有个桶 挡了一下 空了一球 同时揪手开爆发 此时我有两种选择 一开始我是想挂第二式的 但是此刻密码机情况是 幽冥补中场 小木屋是教授 剩下密码机是大门三连机 从战略上来讲 如果挂第二式 耗时多几秒 且揪手大概率不救 揪手就可以修船上的机子 我还不敢贸然上去 因为我上去 他就可以跳下来救人了 同时 中兵可以修完中场后 补大门的机子 看似是个三连机 但是 二楼的密码机是独立的 我们要尽量避免 让球用者有修二楼的机会 同时留意我此刻的存在感 加上我的天赋 三点耐受力 地方很空旷 大胆地往揪手脸上冲 准备拼刺刀 同时通过走位骗球 如果他失误了 我们是有汽油刀的机会的 如果我失误了 也不亏 但揪手非常的稳 加上蜘蛛模型大 还是被打到了 但是 不亏 因为击退距离远 所以训练的时间短 球用者没有扛刀的机会 存在感还能多一格 虽然这个位置 还能拿揪手刀 但是我们还是赶快利用 板球CD 把魔术师挂上 同时视角 时刻留意揪手 发现他想捡球 符合球比命贵定律 我们施角换到揪手 遍飞人后我们不能出刀逼就 因为我们要用吐司的最高奥义 斗舞里有很多角色 会有技能CD刷新机制 例如红蝶 红服人 小丑等 蜘蛛的普通攻击跟吐司 都可以触发存在感2阶CD刷新的机制 首先第五人格的存在感有5格 打一刀算一格 两刀解锁一阶 五刀解锁二阶 吐司是有0.5格的存在感 而此刻我的存在感是4.5格 在用两层蛛丝冲过去压迫掉飞轮后 立刻吐司 然后站着不动给压迫杆 观察求人者的走位 双喷的难点在于第二喷 这里有个小细节 当求人者贴脸的时候会下意识夺吐司 而夺吐司的办法就是往中心和两边走 因为往两边走 吐司命中角度就变大了 因此在吐司前摇期间 我们要下意识的往后退 把命中角度变小 命中的概率相应了就会变大 最后击倒揪手 接下来我失误了 由于血线已经过了三分之二 此时我只要牵起揪手 就可以在以下利用七五刀手倚 稳稳的手下来 但由于左上角没有耳鸣出现 我就先去踩板了 忽略了佣兵的激动性 等到我想去打七五刀的时候 佣兵已经贴脸了 不过没有关系 先吐一口佣兵 再打一刀 保证佣兵倒地 魔术被救下来后 佣兵可以扛刀 魔术逃跑的方向是教授方向 而教授十秒钟前 就吸完机子 马上就可以过来扛刀了 由于血线的效果 在教授扛刀的情况下 是很难打到魔术的 只能等闪现 才能保证可以击倒魔术 闪现的CD还有三十秒 激动手一定能自愈起来 加上激动手的使命感 可以快速到达战场 也就是说 我闪现虽然能保证击倒 但还要面对激动手OB 佣兵自起后 有破译加速 补机子是很快的 哪怕我闪现再加减刑 让激动手OB不了 但我的位置会被拉到海滩 且佣兵能修到60%左右 我技能还焦了 对于求人者来说 是有平均的面倒 基于此 果断放弃上挂飞的魔术师 吐司击倒佣兵 立刻回去挂马上自愈的激动手 而魔术逃跑的方向 并没有密码机 他得要绕路去补密码机 且教授要来救人 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 求人者压好机子 再救激动手的情况 退一万步讲 哪怕我失误没守好椅 底排期传送落地 一样可以秒半血的魔术师 宝平 换挂救手 零风险 高收益 主要角的耳鸣 必然是教授在摸佣兵 但佣兵由于后遗症 摸不起来 假装出刀砍教授 骗教授盾 但他很稳 我也不敢打他 如果打他插刀了 这个时间点佣兵必然能起 只要佣兵起了 我们换挂第二次就亏了 我们只能牵起佣兵 利用蛛丝 压迫教授 骗他的盾党 因为甜心保护罩 挡气候刀 是可以把人从气候上救下来的 诱惑性极高 但这哥们是个忍者 没了我 只能在争夺前上挂佣兵 看到大门密码 接在摇 确定魔术师的位置 同时揪手过半 教授不敢直接下来秒救 所以选择上面卡我 因此我们要逼他救 先吐司 然后打一刀 堵他 堵我不敢打他 同时想利用攻击护摇 滑到第二次 这样我们就可以打落地刀了 不过距离没把握好 因为对面卡的距离也是极限距离 这里教授很细 正常是先救佣兵 然后可以两个人救人扛刀 但是我的闪现还在 我可以通过闪现多一刀 完美处理教授 盾他不一定能挡到的 他救揪手 我连闪现的距离都没有 救下来后 假装砍教授 先骗盾 然后转头攻击揪手 揪手双架飞只能自保击退我 送我到教授脸上 教授直接下了应激 激出了飞轮 击倒教授 揪手把佣兵救下来 佣兵想给揪手扛刀 没扛到 挂飞揪手后 先不管教授 我们往上面先逼佣兵 如果离得近 就击倒他 他怕了 走远了 我们就有逼道具手倚的机会 再回去挂人 出了三层蛛丝 拔死的时间是很久的 我们立刻上去 同时视野一直盯着密码机 密码机不摇了 那么意味着肯定压好了 而优兵很出名 看我出去一瞬间 立刻回来 弹护眼镜地下室 人的反应毕竟是有限的 只能利用蛛丝加速打一刀 优兵救人之后 我们立刻往后退 吐司击倒优兵 出刀压起身 而压机子的人很出名 不能亮 如果亮了 佣兵秒死 下面还有个教授 不亮 佣兵不是伤瓜飞 教授有盾 还能救人 如果此时 我下去直接打教授 直接倒地亮密码机了 开班战我的注视太少 没有后期能力 那么 com抽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